Hello 我是Calvin 今集是IB收市系列第71集 继续讲一下美国或者美金以外的收市产品 今集要讲的是CNNU 它有点特别 本身投资在欧洲的写字楼和一些轻工业的Visa 但是在新加坡上市 它是用欧罗计价 派息也是用欧罗 在新加坡上市的Visa有一个好处就是 没有Reholding Tax 现在CNNU现价是5毫升欧罗 2020年全年派息是0.0377欧罗 回报率现在大概是7.5厘 留意CNNU一年派息两次 派息也是不固定 有可能随时加减 它现时的PV Ratio大概是1 即是现价没有折扬或日价 CNNU整个Portfolio值21亿欧罗 它现时在7个欧洲国家持有95个物业 包括在法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荷兰、丹麦、波兰、芬兰都有物业 而写字楼占比较63% 轻工业或物流占31% 其他占6% CNNU现时有一个投资级别是BBB- 它持有的物业包括有荷兰、海牙地标之一的写字楼 现时出租率100% 它满租时回报率有6.37% 这个物业在2017年买入 现时股价比买入价有7%升幅 另一间是荷兰的鹿特丹写字楼 出租率98.1% 它满租时回报率有4.28% 也是2017年买入 现时股价比买入价有3.2%升值 另外一个是在巴黎物流中心出租率90% 满租时回报率7.06% 也是2017年买入 现时股价比买入价有30.3%升值 看看CNNU2020年第三季的数据 它整体出租率有94.3% 比起2019年12月的时候 只有93.2%的出租率更有改善 租客方面有不少政府机构 行业也是相对分散 它整体租金收入里面有23%是来自政府机构 68%是来自大型本地公司 所以它在疫情下影响也不算太大 CNNU的Net-Gearing Ratio 即政府债权益比率保持在34.4% 对比上一年没有太大变动 另外这里2020年上半年数字可以看到 它剩余物业收入比2019年同期有增长 但它的物业估值有减值 相信在疫情下也算是正常情况 实际派息相比2019年同期少了14.7% 相信CNNU也是在疫情下的派息相对保守 现时派息占了Net-Property Income的77% 如果2021年收入率能够维持现状或微升 相信1.74仙的欧罗派息也能够维持 最后CNNU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Witch 由IPO17年时 13亿5千万欧罗资产升至21亿4千万欧罗资产 而它的物业分布也变得更加分散 未来CNNU也会向Data Center方面发展 有2个-50%权益的项目 第一个会是21-22年落成 位于伦敦100MW的Data Center 第二个会是22-23年落成 位于Fanford300MW的Data Center 做个总结 CNNU在欧洲不同国家持有95个大型项目 有写字流、轻工业、物流的资产 就算它在疫情下收入率都可以保持94.3% 而它大部分租客都是政府机构或大型公司 有一定的稳定性 当现在欧罗是负利率的情况下 CNNU的派息都可以有大约7% 在欧洲投资产品方面就算是不错 加上在新加坡上市也有面税优惠 整体来说 欧洲物业的升值机率 就要比亚洲或者美国相对比较差 所以不会期望它有太大的升值空间 作为Balance &自己收息组合 分散部分资产到欧洲地区 或者用欧罗计价 CNNU也有它的价值 今集纯粹自己分享 没有投资建议 在这里想买个笑广告 未来我会和HKLA合作 有一个免费榜上分享会 主要讲回债券和优先股的知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下面连结报名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